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都会搞不清楚那个自己叫什么 两个人是双胞胎吧 很像Alice in Wonderland 里面有两个角色 Tweedledee Tweedledum 我们俩是这个城里面的财主 还是地主 还是爆发户 我都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俩有钱人 可是这俩有钱人给那个假钦差送钱的时候 就只送了二十五两 我喜欢演小男孩这种 不能说小角色 反正是词少一点的 但是就能在旁边 这样看着别人啊 什么样子这样 直手画脚的这样 看别人演 但自己也在戏中演 他说人家一出来就直奔了 就直奔了 有钱的是那帮官儿 不是咱们俩 咱们俩是用信物卡的 这两个角色其实很重要 怎么重要法呢 就是假钦差 假钦差 就是咱们俩给弄出来的 这里面有问题 这人就像掌柜的做了个手势 让他挂 谁你知道吗 掌柜的老公 三礼拜天 这个大胖小子 他其实什么都不是 就是因为我跟李多伯说了 他是 结果就弄得满城的人都以为他是 其实我们俩就是那个石座用的 这两个傻瓜蛋 突然看见了一个 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一表不凡 穿着一身 杨色 杨艺 杨艺 我这个角色 首先我觉得要从原柱上来谈 原柱上他是一个 在彼得堡 就是原来俄国的首都的那种地方 做一个小官的人 然后他和其他人相比 他属于一个比较有见识 他在不知哪儿弄来的那种 软软的 轩轩的那种瘦子 真是太舒服了 在上边 他在剧本的那个指示上写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只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 顺水推舟的那么一个投机者 不论在什么时候演这个戏 都是一个不过时的戏 因为真的 这个戏是一面镜子 能够照出这个人间的百态 每一个人 他的一个印象 都会在这个戏里能够发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